夏金简 台北市智慧垃圾I-TRACE服务站成果发表 技嘉乐服内湖站开幕记者会简彩仪式 正式开始咯 台北市资讯局与浩阳环境科技公司 共同办理的台北市智慧垃圾回收整合服务站试办计划 从109年底在内湖区试办至今成果丰硕 去年一整年共收集超过26公顿垃圾 回收超过16万个宝特瓶 5.5万个铁铝罐 让民众不用再等垃圾车之外 更发挥节能减碳的效益 目前进一步与家乐服携手合作 首站选在家乐服内湖店与三名店 提供i-TRACE智慧垃圾回收 参与启用仪式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说 她担任市议员任内 就协助推动内湖的智慧垃圾回收服务 今天看到进一步扩大服务 让她相当欣慰 i-TRACE是我在当市议员的时候看到的 那时候我就找他们来 我说你们这东西很好 你们现在好像在 那时候在淋漓街自己在实验 然后好像也那个 有一搭没一搭的 因为没什么钱 她说有一个很可爱的概念 就是她想要让台北市民 因为台北市很特别 我们是晚上时间到了 要站在那边倒垃圾 可是很多上班族 她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倒垃圾 所以她就可能不是要很晚 不然就是没办法倒 那她想要用一个很方便的方式 让市民朋友出门就可以倒垃圾 出门就可以资源回收 不用等到把家里整理的 亂七八糟的时候再拿出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概念很好 只是看他们非常的辛苦 所以当时我在当议员的时候 就来跟市府沟通 那时候资讯局 然后就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有试办的机会 因为他们原来的地点是 要收回去的 没有地方放 那为什么台北市的智慧城市 之所以叫智慧城市 就是我们开放了台北市的场域 成为厂商 它对新的科技智慧技术的实验场 我们是最大的实验场 但是我要开放给它使用 我不能 我没有预算给它 所以它要干嘛 自己自足 它要自己能够在这边试办 所以后来我跟局长 我们争取了一个试办计划 放了五个地方 五个内湖的公园 因为内湖是我的选区 我是到处找公园 但内湖最适合 因为内湖是很棒的住宅区 所以在公园里面尝试 然后整整试办了一年多两年 两年的机会 因为你试办完成 你就要开始收集它的数据 收集市民的习惯 大概知道可以创造出 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所以这五个地点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甚至有知道 别的选区的议员来问说 那个iTrash为什么只放在内湖 不放在别的地方 因为我们放开放的实验场域 就是内湖 所以后来也有很多议员 站在争取 那试办完成之后 其实这个最辛苦的就是他们的资金 因为每一个机台的索费不自 第二个它其实有非常强的后勤 就后面收走的垃圾 它还是有个后勤机制 要跟到我们的环保局去 所以整个后勤跟这个 它不是只有单单一个机器 你看到的好像很简单 就像你看到Uber以为很简单 它其实后勤有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 后勤需要很多的资金 跟所谓的人力的资源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他们 一开始我觉得他们这个企业 非常的辛苦 所以一直都希望能够看看 我们能帮上什么 不过看起来好像他们办了展览之后 就被马经理看到了 然后就拉到交乐府 而又被董事长看到了 又支援他们这个机台的制作 我想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的环保 也非常的符合2050精灵碳牌的目标 所以这个是台北市实验 不是只有今天开始 已经两年多 所以谢谢厂商这么坚持 那也谢谢有千里马 终于被博乐看到了 谢谢你们的投入 那我们希望在台北市 从家乐府开始 从今天开始 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垃圾桶 它可以进到我们的社区 让民众很方便的 不用晚上赶那个时间回家 一定要去倒垃圾 这一点是很重要 第二个它还可以做资源回收 那在内湖的场域里面 还有的还可以做厨余回收 其实是非常全方位的 所以我今天看到 有点像那个自己生的小孩 长大的感觉 所以非常的高兴 那也希望从今天开始的家乐府 有这个点之后 我想台北的市民朋友 应该非常希望自己家附近 也有这样的一个点 所以希望刚刚今天两位总监说了 就是只要家乐府设点 我们就去看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希望在台北市 尽量把它设到设好设满 先把家乐府占满 然后我们再把社区占满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台北市可以成为一个 真正的智慧城市 民众我们市民非常轻松的 上个班 带个垃圾出来丢一下 然后就可以去上班了 我不用每天把垃圾寄在家里 我觉得这个是对台北市的生活 是有很大的帮助 民众只要提着你的垃圾 带着悠游卡 非常简单的动作 你把悠游卡插入这个 插卡机之后呢 门会自动打开 好 我先说明 待会再由副市长来 好 这个卡插进去之后 然后我 因为我现在丢垃圾了 所以门就会自动打开 OK 我现在就把垃圾丢进去 好 我垃圾丢完了以后呢 我就结束筹地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再示范 好 这时候呢 扣钱了 对 它会计算重量之后呢 然后扣钱 结果没有重量 好 那我现在呢 就是因为不列印 我按不列印 它就会告诉我 刚刚付了多少 有多少 对 有多重 那应该付多少钱 但是因为今天开始 有三个礼拜是免费 前半公斤免费的 所以不用付钱 我现在把悠游卡拿走 我就可以离开了 就是这么方便 OK 那另外那个呢 这个是瓶灌机 那你先投一下这个好了 好 再投一次 对 就是整个你来操作 鼓起悠游卡 嗯哼 然后按你要确定 确定 确定 对 好 把垃圾丢进去 好 完成了 好 里面有冷冻 是啊 冷藏 对 冷藏 OK 确定了 结束投地 OK 门关起来 它就会自动的去涮 对 它里面有包 就是这样的 比较冷藏 对对 是冷藏 也是我们专利技术 对 才不会臭 OK 那它扣款 好 好 因为我不要印 我尽量不印是环保 来你们 环保 我练印 好 卡拿回来 OK 丢完垃圾了 结束了 所以就这么简单 19秒钟就可以完成丢垃圾 各位 这是饮料 喝完了 那我要开始 放下你的悠悠卡 它会读取 好 现在有另外一个饮料 它有条码 条码要往上 条码在这 好 它就会进去 进去之后它就 你看像我 今天丢了一个 我累积已经有四个了 那累积四个 累积十个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一块钱 所以将来 这样子结束投递 不列印迷信 取回卡片 结束 很方便吧 以后欢迎大家来 加乐福丢 饮料罐 OK 好 智慧垃圾回收服务站的特色 是结合悠游卡支付功能 将垃圾与厨鱼 采称重计费 贫贯回收 还提供奖励回馈 让民众随时可以丢垃圾 处理资源回收 不用再担心 错过垃圾车的时间 事半以来 获得市民的好评与回响 因为台北市或说台湾在那个垃圾回收这件事情 其实是全世界有名的模范声 那我们那个垃圾不落地 还有像那个垃圾回收体系 已经很久 也信之有年了 那当然就是说在完美的系统 还是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很多民众的 特别是年轻人 那可能工作关系 所以它其实没有办法配合上垃圾车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它变成说很多垃圾它是用不太适合的方式去丢弃 例如说丢弃在公共的垃圾桶 或者是收到捷运的垃圾桶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机器 它其实就是来服务这一些 比较没有办法能够去搭配垃圾车时间 或者说家里的那个大楼 没有这样的一个垃圾回收体系的这些市民 那它其实只要付少量的费用 它其实就是可以随时可以去收取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对于民众来讲 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正式 这个今天记者会之前 也做了非常多次的实验 因为我们其实也了解到 想要了解说民众对这个使用度 跟反应到底好不好 如果它使用率不高 基本上当然就是没有这个需求 那我们过去其实大概试了两三年 从一台到五台 刚副事长讲到五台 所以它其实那个当地的民众的反应 其实都蛮好的 它的使用率也都蛮高的 甚至它回收 因为它回收其实还是有回馈的嘛 所以回收的费用也可以来当作丢垃圾费用 这对民众来讲 它诱因也是很足够的 那加上它其实冷藏压缩 所以它也不会有臭味 我们也是很怕它变成贤物设施嘛 但它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实验 它其实是都可以很完整的 处理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这个是这个 iTrash在这个智慧城市里面 它这个可以贡献的地方 那我们过去 我们大概是会 比较重点是两个点啦 一个是说实验 一个是说当然我们是想要了解说民众 例如说对这个机器的使用 使用性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过去做很多改良 例如它那个流程 什么时候放悠游卡 会不会卡卡住啊什么 丢垃圾的行为 这其实他们都做了很多次的改良 所以这个对于使用者 怎么去用这台机器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要收集资料是说 到底这个民众使用的这个频率 跟数量大概是在哪里 所以他们后勤就比较容易去调配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压缩的嘛 所以它大概压缩到两三百公斤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轻运了嘛 所以基本上说如何去有效轻运这件事情 它的频率啊 甚至以后真的到一两百站的时候呢 它其实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行为 所以这些资料的收集都有助于 未来他们真的可以去比较有效 而且比较低成本去营运这个服务 让民众就是使用起来更方便 不会说随时来好像又满了 或是没办法使用了 我想这两个点是在 一个是在使用者的介面的设计部分 一个是在这种所谓的资料的收集 后续他们在违运这个机器的时候 能够做的这个运作模式 我想这两点是在实验很重要的部分 那当然未来以前我们大概就是 还是量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啦 就是几台而已啦 那未来就是说可能到一百台两百台 那妈的会再持续的调整 我想这个我们对业者是很有信心啦 他们应该是可以很棒的去把这些事情处理掉 因为它后台的软体后台的演算法 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而且我们也是希望说 其实业者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那个永续经营 就不用市府一直补贴 而是它可以自己经营 对 所以它可以 未来有更多服务可以提供在上面 例如说有些面板服务 所以他们说他们只要在 掛太阳冷在上面 所以我们希望说它也是可以 变一个很棒的一个资讯站 它有一些附加服务给慢慢生产出来 这个也是说我们希望采的模式 而不是说市府一直补助 我想补助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智慧生日谈的是比较 永续可以一直经营的一个模式 像刚才那个李主任讲的 我们已经开发这个APP 那APP的功能其实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让民众自己了解 它每天产生的垃圾跟回收物 它产生了多少碳 做了多少减碳的效果 这是让我们整个环境永续的一个发展 那iSearch在永续这部分 除了本身设备一步一步在研发以外 那我们也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后落实到每个区域 然后社区里面去 让提供民众有更多方便的机会 不用再去等垃圾车 我们相信等垃圾车 排队等垃圾车是台湾的一个奇迹 对老外来讲 所以你会看到 下午傍晚的时候 一多人在等垃圾车 我们希望把这个情景完全的消灭 那当然初期目前我们是站在协助现有 环保局垃圾清运的这个不足的部分 但我们希望在未来 能够逐步逐步的达到平衡 甚至在哪一天可以整个翻转 让所有的民众不用再等垃圾车 你24小时随时都可以去丢垃圾 iChurch的一个核心价值就在于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机制 让民众能够自动自发的将垃圾减亮 因为丢垃圾要钱 那资源回收可以拿出来 因为它可以变成钱 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 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模式 让整个环境能够达到永续 让iChurch在以后的营运上面 免根永续 各国的收垃圾的模式不太一样 当然我觉得以这个 我们这个模式是非常特别的 那我们这个机器 其实我们之前也带它去国际参展过 对对对 其实很多国外的很有兴趣 那我们有台湾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嘛 我们在这种所谓机器制造研发 还有一些IoT的应用 还有我们这个本身 原本的我们台湾的这种所谓 那个垃圾清运这个体系 都是很完整的 当然所以这个我们就很容易变成 是很独特的一个model 像很多那个 很多那个像我举例欧洲很多 还是一个很大的储存草 然后公用的嘛 对不对 然后用个大垃圾把它弄去 可是那边其实都会变很脏乱 它就是没有有效的去 例如说除臭或是压缩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是 算是非常大的进步啦 我想这个 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自己国人骄傲的 那今天贴产商 因为也就由加热福 这个支持与认同 我们会协同加热福在台北市的店 加热福现在有所谓的量贩 跟超市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超市是我们认为更贴近民众的一个店面 所以我们会重点先放在超市的部分 然后再配合现在有台北市一些 呃 公有的这个小型公园 它也很新进这个住宅 所以我们会两管齐下 从现在内屋区慢慢会到 呃大址松山 从这样慢慢布局 那今年的目标是30站 今年的目标是30站 我们希望在年底可以布到30站 在这几个区域里面 那因为就像洪副市长讲的 其实有很多的议员 一直来要求我们去浙站 但是因为我们在浙站的这个过程 还要延续到后续清运的一些动线 所以没办法说东一站西一站这样 所以基本上会像蜘蛛网似的这样延伸 慢慢的从区域延伸延伸延伸 到台北市的各个角落 那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我们希望让台北市民 在台北市里面的市民 都可以用到iTrash 都可以让生活达到更方便更便利 而为了服务广大的台北市民 iTrash智慧垃圾回收 预计在三年内布局台北市全区 设置180座服务站 让丢垃圾与资源回收 变得更聪明、方便与环保 落实台北市智慧城市 与民众生活的每个角落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